还有 你以前不是老找机会 想碰本王吗 现在装什么倾考 还是你在和本王 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太自恋了 谁想和你玩把戏啊 我可没这爱好 你放心 我早就想好了 皇上说如果我能治好你的病 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到时候我就告诉皇上 我的条件是与你合离 到时候我们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井水不犯河水 各过各的互不干扰 你休想 本王是绝对不会同意 和你合离的 你嫁进了黎王府 就生是黎王府的人 死是黎王府的鬼 本王说过 你想摆脱黎王府 除非你死 死就死 有什么好怕的 不过我就是死 也要涂上你整个黎王府 替我陪葬 你敢 你还是以前的那个云若月吗 自你落水后 你变得太多了 连本王都看不透你 楚玄臣探究地看着身下的女人 眼里满是怀疑 云若月这才发现 楚玄臣又开始怀疑她 她的心顿时狂跳起来 她掩饰住不自然 双手一伸 还住楚玄臣的脖子 然后温柔似水 含情默默地看向楚玄臣 哎呀 王爷 其实我的确是在和你玩 欲情哭纵的把戏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你看 你的注意力 不是被我吸引过来了吗 怎么样 你有没有爱上我 楚玄臣这个家伙 怎么动手去怀疑我 是早点和他合理的 你说的 是真的 当然 比真心还真 我要不是为了你 又怎么会跑去救人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吸引你 这家伙那么讨厌我 听到我这些话 肯定会厌我的 好 原来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本王 原来你一直爱着本王 王爷 臣妾一直还爱你 臣妾对所作所为 就是为了你 说完 云若月将自己的唇 送给上方的男人 云若月想着 他都做得这么恶心了 楚玄臣肯定会 盛怒地赶他走 谁知道 他才闭眼 一道温润的唇 瞬间附了上 他吓得睁开眼睛 发现楚玄臣 已经闭上眼睛 狠狠地 闻住了他的唇 他顿时瞪大眼睛 一脸惊恐 赶忙把唇离开 不让楚玄臣碰 楚玄臣 你干嘛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子卫不错 那个 其实我刚才是骗你的 我没有对你 一群故障 我更没有爱上你 我也不喜欢你 你放开我 我要吓死我 你刚才不是还向本王表白 还主动朝本王送上吻 你这么热情主动 本王要是不好好宠幸你 岂不是对不起你的一片真心 宋宣臣 我跟你说实话 我刚才都是装的 我是为了让你厌恶我 我才故意那样恶心你的 你放开我吧 我根本不喜欢你 你也不喜欢我 你喜欢的不是南宫柔吗 你要是想他了 我去帮你把他叫来 让你们两个恩爱一场 颜若月 本王想宠幸你 是你的荣幸 你休要把本王推向别处 我 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还以为你是很专一的男人 你都有南宫柔了 还来招惹我干什么 你这样 你这样是对他的不忠 何为不忠 男人三妻四妾实属平常 本王有了南宫柔 就不能有你吗 你可是本王的正妻 本王自当两碗水端平 雨露均沾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实话告诉你啊 我这人就是善渡 眼里容不得沙子 我云如月的男人 只能疼我一个 娶我一个 他不能娶别的女人 更不能碰别的女人 如果他碰了别的女人 那我就会把他甩掉 永远不会原谅他 在我心中 爱情是神圣的 只有一对一的爱情 才是圣洁的 我信奉的是一夫一妻制度 我增合三妻四妾的封建理智 所以 我和你注定走不到一起 不招惹你 你也别来招惹我 大家想来无事就好 一夫一妻制度 这女人真是异想天开 她难道不知道 以夫为天 以夫为刚的道理吗 哼 怎么 你做不到只对一个人忠诚吧 你娶了男公柔 就好好地爱他去 别来招惹我 你愿守活寡 也不愿意和一个女人 争风吃醋的巧男人 谁说本王是来招惹你 你也没资格管 本王碰不碰你 你想多了 在本王心中 你只是本王发泄欲望的工具而已 你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朱玄辰 你无耻 baby 你不要脸 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 不救 你敢吗 你 王爷你醒了 姐姐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抱歉啊 若侧妃 我和她之间没什么 你千万别误会 这女人非要这么和我撇清关系吧 王妃 赵王和赵王妃来了 还有贤王府的管家也来了 他们提了礼物 说是来探望王爷的 贤王 哪个贤王 就是三皇子啊 贤王名唤楚流云 听说他生得特别俊美 民间都传他 美瓷器 有凤仪 他还擅长 诗词歌赋 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只可惜 可惜什么 只可惜造花弄人 原本十分优秀的贤王殿下 最近这几年 竟然生了一种怪病 什么怪病 具体是什么 奴婢也不知道 只是民间都说 他得了大肚子病 腹大如骨 像是怀了孕似的 自从贤王殿下 得了这种怪病 街头巷尾 就有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贤王是不祥人 不吉利 所以没多久 贤王就失了丑 而贤王殿下 更是除了看病 再不出门 没想到这个可怜人 竟然还会想起咱们王爷 派人给咱们王爷 送了份厚礼过来 大肚子病 娘娘 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 医术又那么高明 您能治好贤王的病吗 我不知道 我没看过她的病情 不敢打包票 有机会再说吧 一若月收拾妥当之后 就来到前厅 林王妃 赵王妃早 抱歉啊 诸位 刚才我有点事 所以来晚了 没事 你肩负着治疗林王的重任 昨夜一定累着了吧 多谢赵王妃关心 昨夜我是有点累 是因为照顾王爷吗 那你是不是没睡够啊 没睡够就会很累 我暂时还没有时间睡觉 因为我要为王爷研制药品 所以我回去后 一直在给王爷熬药 熬到清晨的时候 听到丫鬟说 有贵客上门看了王爷 我赶紧放下手里的活 先过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如果我有什么 怠慢了大家的地方 还请大家误关 天啊 南宫侧妃刚刚还说 林王妃在睡懒觉 结果人家一直在熬药 还熬了一个晚上 可不是吗 你看看 林王妃为了给王爷熬药 居然把身体飞成这样 真是令人心疼 这么说来 刚刚南宫侧妃 是在说谎 也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 专告诉我们 林王妃梅兰是因为在睡懒觉 这还用说 还不是身宅大院里 惯常用的那点阴丝招数 她这人可真阴险 你也太辛苦了 你再累 也要注意身体 也要休息一下 万一你倒下了 林王怎么办 没事 我还撑得住 皇上说了 要我务必一定治好王爷 我身负重任 不敢怠慢半点 哪怕是骗了我这条命 我也要治好王爷 林王妃你这么辛苦劳累 却不知道 有些人还在背后编排你 说你没来 是因为你在睡懒觉 你这真是太冤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林王妃是个不尊长姐 瞧不起宾客 没有礼数的人 对不起姐姐 我见你一直没来 以为你在睡觉 所以才和大家说你没有起床 我本是好心 想告诉大家 你昨晚太累了 所以要多休息一下 没想到 你根本没睡觉 再为王爷熬药 姐姐 我是无心的 你千万不要责怪我 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